朱仲军心里正尴尬 若不是顾景之经历了那么些事 为了换取他的信任 朱仲军根本不会把自己那些难看的事告诉他 他很害怕顾景之看到他不光彩的那一面 在顾景之面前 他似乎没有什么自信 而顾景之的沉默狠狠刺痛了他 他侧面躺下 说完那句一直爱你的话 眼泪就顺着眼眶流到了面颊上 而后顾景之抱着他 他感觉到了温暖 他的委屈被这么一抱 顿时灰飞烟灭 他真的很容易吼 顾景之给他点阳光 他就心情灿烂了 他转身 紧紧搂住了顾景之 顾景之哭得很厉害 肩头有点抖 周仲军吻了吻他的青丝 搂着淡 低声哄着 别哭 跟孩子一样 没什么好哭的 他的声音也嗡嗡的 顾景之 顾景之缩在他的怀里 哭了半嗓 情绪宣泄完了 顾景之依偎着他 沉默不语 他胸膛的温热 包裹着顾景之 似寒冬的颈背 天心又舒适 不忍推开 朱仲军试探着 吻顾景之的额头 而后缓缓下滑 顾景之背得韵贴的心 顿时就起了寒意 他一把拦住朱仲军 有点无奈得道 别 别 我现在 还是没有法子 接受这种事 可有点时间 很多事 不言而喻 朱仲军既心疼的 又满心的恨意 恨那个伤害顾景之的人 他把顾景之 捧在掌心当成宝贝 不想地磕着碰着半点 那人却可以那样伤害他 那人却保留了顾景之的 我争取 我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恢复 你给我信心 给我时间 顾景之后 顾景之低声道 周仲军 捞他捞得更紧 点头道 好 我等你 你都嫁给我了 我急什么 时间 时间和信心 你慢慢来 顾景之的心头 就流入了暖流 那股子寒气 缓缓散去 他抱着朱仲军 不撒手 今天太累 又哭了一场 顾景之 很快就睡了 朱仲军 也不知不觉地 进入了梦乡 这大半个月以来 顾景之和朱仲军 都没有睡过胡伦觉 这是第一次 睡得这般安详 婚礼的第二天 需要去朝见皇帝和太后 像在家里一样 顾景之 到了某出去醒了 他要起身 就惊动了朱仲军 朱仲军翻身 侧身又将顾景之 紧紧抱住 在他耳边 咕咚问了一句 几点了 顾景之笑道 五点多吧 五点多 朱仲军声音含糊不轻 还可以再睡两个小时 顾景之笑 他推朱仲军 要起身 朱仲军几乎压在他身上不动 该起了 顾景之推的 今日 还有正式 朱仲军 这才清醒了三分 恍惯 他竟然以为是前世 柔了柔 柔了柔 惺忆松的睡眼 朱仲军坐了起来 顾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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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起身 换了宫人进来 服饰更衣 朱仲军 依旧着 亲王的免服 顾景之 着 青柱丝绣寨衣 亲王和王妃的正式官服 不同于便服 穿起来 很累人 而且 还需要穿着 行大礼 就更累了 朱仲军 任由工人服饰穿衣 目光 却紧追着顾景之 见那些 繁琐的衣裳配饰 点点堆积在 他的身上 朱仲军觉得 他挺不容易的 就不由心疼 对顾景之 的 忙过这几日 以后就清闲了 哦 我还好 顾景之 的 穿戴好了之后 工人端了陈扇来 顾景之和朱仲军 各用了一些 就出了西兰殿 朝剑礼 就是普通人家的 新副礼 举行 朝剑礼的地方 是位于 昆宁宫和 前清宫之间的 交太殿 举行 顾景之和朱仲军 到了交太殿 门口 锦衣卫的 仪仗 早已排好 与世间 礼乐相迎 鞭炮 阵阵 朱仲军 走在前头 顾景之 跟在她的身后 锦衣卫的指挥使 徐青 站在最前头 谭佑 跟在徐青身后 顾景之 路过 谭佑的时候 脚步 微微缓了一下 他垂着目光 始终没有 抬眼 威亭的脚步 也很微妙 除了谭佑 没有人发现 而后 他继续前进 连谭佑自己 都不能肯定 顾景之 那微微停下的脚步 是他故意而为 还是 谭佑自己的幻想 谭佑 毕恭毕敬 不敢扭头去看 心思 一下子就飞得好远 半嗓都拉不回来了 交太殿里 太后和皇帝 早已就坐 等待多时 周仲军先进了殿 顾景之随后 周仲军立于东 顾景之立于西 大殿里 静谧无声 太后脸上 带着慈祥的笑 皇帝也一脸喜悦 陈姑姑捧了 装着红枣和干栗子的牌 站在顾景之的右边 皇家的婚礼 朝建里需要现早 立给皇帝和太后 早 寓意早 立 寓意礼 就是早礼的意思 立即使 立即使 周仲军和顾景之跪下 给太后和皇帝 分别行了四半礼 立毕 有执事者 抬了案戟进来 摆在皇帝面前 正中 成姑姑便将装着红枣和干栗子的枣礼盘交给顾景之 顾景之接过 举步到案戟前 把枣礼盘放上去 跪下行了四半礼 这时 执事再将案戟往前抬两步 朱仲军再领着顾景之 给皇帝行四半礼 这样 执礼就完成了 给皇帝行完早礼 就是太后 像太后行礼 和皇帝行礼的步骤一样 礼毕 古月起 顾景之和朱仲军 先后退出了交太殿 太后和皇帝也将坐 各自摆架 离开了交太殿 离开了交太殿 朱仲军和顾景之 在内侍的带领下 先回了西兰殿 等太后 等太后回了坤宫 朱仲军和顾景之 再去坤宫宫 给太后行礼 顾景之给太后捧了茶 又现了鞋袜 太后 哀家终于喝到了小七的媳妇茶。 太后笑着对朱仲军笑两口的。 仲军以后要疼小七,小七以后要听仲军的话。 太后没有任何的说讲,仅仅是个慈母对孩子的叮嘱。 朱仲军道士,顾锦芝也改口,叫了母后。 说了几句闲话,朱仲军和顾锦芝起身,去了乾清宫。 皇帝正在等着他们。 朱仲军和顾锦芝是头一次纯政府,站在皇帝面前。 虽然朱仲军太过于俱美,有点压顾锦芝的风头。 可两人的身量、气度都十分般配。 天造地设的一对家人。 皇帝看了几眼,顾锦芝。 他戴着九灰四凤冠的模样,有点成熟。 不似姑娘时候那么清秀。 他也撑得起华丽的妆容。 看着他脸上有笑,喜气洋洋的。 皇帝不由会心一笑。 行李后,自作。 皇帝叮嘱了番,说了几句话。 皇帝就对他们道。 五出一刻开眼,时辰不早了。 你们先回去,道伐吧。 今日还有次宴。 朝臣要恭贺卢阳王。 内外命妇需得给王妃行礼。 朱仲军到事。 带着顾锦芝从秦军宫告辞。 等他们走了,皇帝去久久。 没动。 他仔细回想了顾锦芝的样子。 眉眼舒展,温顺贤尽。 还好,他仍是那个快乐的女孩子。 这让皇帝有点心满意足。 最从顾锦芝失踪,皇帝想了很多事。 他和朱仲军一样,为顾锦芝提心吊胆。 那时候他想,旁的他都可以接受。 只要顾锦芝还活着,他活着就好。 和战友顾锦芝相比,皇帝更希望他平安。 等顾锦芝被找回来,皇帝听说了他的情况,又想到了很多事。 顾锦芝,顾锦芝,顾锦芝不再适合做卢阳王妃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退亲,这样能保全大家的体面。 可退亲的话,顾锦芝的处境是多么的糟糕,人言可畏。 他承受的东西,可能要将得压得粉碎,这无疑是毁了他的一生。 哪怕进攻,也不能弥补他的伤害。 他已经被伤害了一次,如果再经历退亲。 接踵而来的打击,别说是他那么小的女孩子, 就是个成熟的男人,也承受不起的。 想象他无助痛哭的模样,皇帝就觉得, 心头似被什么脑一样的难受。 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情绪, 为别人的难受而心疼不已。 后来,他甚至没问太后的意思, 自主给顾锦芝发策了。 反正众军愿意娶她的,甚至以死相邪。 不管顾锦芝和谁在一起, 皇帝只希望他不要绝望。 绝望的滋味太难挨了。 一个人经历过绝望, 心态会发生很多的改变, 甚至会变了性格。 皇帝喜欢顾锦芝的性格, 他不想他经历那么残酷的事。 若是可以, 皇帝宁愿自己替顾锦芝承受这些残忍。 他自己身处着进宫, 他不开心。 所以, 他并不想把顾锦芝拉进来受苦, 除非, 他能封他为后。 通过这件事, 他想的最多的, 不是趁机拥有它, 而是希望他开心, 能替他挡些风雨, 尽量地保护它。 皇帝终于明白, 自己从始至终, 对顾锦芝的爱意就不能。 他只是将它当成一个欣赏的朋友吧。 男人和女人的感情不是这样的, 爱情是非常自私的。 想到了这些, 今日, 看到他和朱仲军, 皇帝反而感觉高兴。 他看到了顾锦芝脸上的笑, 世界便明媚了几分。 仔细想了想, 皇帝对自己也挺满意的。 他做了回正确的决定。 彼女人与病人群有些男人与作曲, 优优优独播剧场——